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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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就是禁食祷告 没有一件事情是能靠着自己 没有 无论大事小事都不是靠自己 全要投靠主的帮助 这就是禁食祷告啊 人没力气了 上个洗手间都要投靠其他人的帮助 我们最近禁食祷告就是要承认 无论大事小事 全要投靠主的帮助 每个凌晨是谁在帮助我呢 诗篇46篇5节 诗篇46篇5节 只有上帝是帮助我的 每个凌晨上帝帮助我 所以每个凌晨我们都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这时候才能过好这一天 那每个凌晨 我怎样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呢 按照 由着自己性子来 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的时候 是得不到上帝的帮助的 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 投靠自己 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的时候 一定是失败的 但是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上帝的时候 才能活呀 真言三章六节 按照我的想法 按照我的理论 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做事的时候 一定是失败的 当我们承认我是无能的 全投靠上帝 只有投靠主的恩典 这时候才能获得力量 我们做进食祷告的时候 怎样才是蒙上帝喜悦的呢 进食 通过进食能做圣洁的人 什么叫圣洁前乘啊 无论大事小事 全交给上帝 耶稣基督就是圣洁的 而耶稣基督没有一件事情 是由着自己 耶稣本身是和上帝同等的 菲利比书二章七到九节 耶稣本身是与上帝同等的 而尽管这样 耶稣全询问上帝的旨意 全照着上帝的旨意 如实地顺从 并没有由着自己的想法来做事 那么在座的各位 大家有这样圣洁吗 大家有这样虔诚吗 只要我们能顺从 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是有奇迹发生的 耶稣做了进食祷告之后 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 魔鬼让他 把这个食都变成吃的 那么 我们怎样才能 顺从圣经的话语 怎样才能顺从上帝的话语呢 顺从到什么程度 把自己全交给上帝 有些人来到我们教会扎根下去 有些人来到我们教会 待不了多长时间又离开了 那么大家通过每个人的行为 来看出什么呢 这个人 平时很顺从上帝的话语 结果也得到了很多祝福 我们能通一个人的行为 来懂得分辨呀 彼得前书一章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就是照妇神的先见被拣选 接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所撒的人 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 阿们 获得了圣灵 获得圣灵才能进食啊 没有获得圣灵 靠着我的意念进食 那都是假的进食 获得了圣灵才能圣洁 圣洁的时候才能顺从圣经的话语 顺从的时候才是活的信心呀 我们找一下马太平四章一到二节 做了进食祷告之后呢 做了进食祷告 使我成为圣洁的人 因为得到圣灵的引导 得到圣灵的引导 得到圣灵的引导 就要圣洁 就要虔诚 我的身体做了进食了 身体就逐渐没有力气了 自己的想法理论全瓦解掉了 我们做进食祷告了之后呢 想搞一乱的力气都没了 好多人说 哎呀我总被一乱的魔鬼所困住 但是做进食祷告 做一个月了 一乱的想法 一乱的心思 想有都做不到啊 比如说哎呀 我总有偷东西的这种的不好的习惯 做进食祷告 有一个月时间的话 在偷东西 想偷 因为都没力气 想偷都偷不到 但当然了 这进食祷告不是来模仿的 好多人做进食祷告 为什么在途中就死去了呢 那都是因为没有获得圣灵 光靠自己的一年做进食 我们做进食祷告 需要获得圣灵 领受了圣灵才能做进食祷告 进食祷告不是光装模作样 白白样子 或者是说要模仿的 马太平四章一到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他进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阿们 要被圣灵引到才能做进食祷告 一个人领受了圣灵才能做进食祷告 那做了进食祷告之后呢 做了进食祷告之后呢 就能圣洁 做了进食祷告了 那么 我是否成了圣洁的呢 如果能分清我是否是圣洁的 面对钱财的时候 我是什么样的态度 能支配眼前的钱财吗 还是成了钱财的奴仆呢 在这世上 韩国有句俗话 说要把黄金看成是石头 黄金就是黄金 石头就是石头 我们要学会支配和管理 而在这世上 不懂得支配管理 所以就以为要把这个黄金看成是石头 就是很高尚的 世上的学问 世上的哲学呢 不懂得支配和管理 黄金就是黄金 石头就是石头啊 那黄金财富再多 要懂得支配和管理 好多人光喊口号 说要把黄金看成石头 那都是因为不懂得支配和管理 所以没办法 就给出一个口号 说哎呀 把黄金看成是石头吧 黄金就是黄金 怎么可能把黄金看成是石头吗 我们要学会如何懂得支配 这个钱财呢 当今的学问 当今的宗教都不明白这一点 上帝是圣洁的 上帝教导我们如何支配管理 一切的钱财 就比如说一辆车 也是要懂得支配和管理 我不懂得管理这辆车的话 就反而成了这辆车的奴仆了 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做禁食祷告呢 马太分四章四节 马太分四章四节就是教导我们如何支配这个钱财 不仅懂得支配管理钱财 还要懂得支配管理名誉 在这世上我们人有了钱 有了钱就想有名誉 那钱财和名誉都要懂得管理和支配 不是做钱财的奴仆 也不是做名誉的奴仆 禁食祷告为的是让我做圣洁的人 谁才是圣洁的 只有耶稣基督是圣洁的 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 我们怎样才能圣洁呢 圣洁的人呢 才是真实的为人 就能懂得支配和管理这一切 给了钱财也懂得支配和管理 给了名誉也懂得支配和管理 圣洁的人 懂得支配和管理 而且是服侍耶稣基督的 不会背叛的 马太坟四章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马太坟四章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 我战胜了这一切的试探的时候 恶魔恶鬼就退去 恶魔恶鬼就离开了 每个凌晨我们要来得到上帝的帮助啊 我们再怎么修行修道 都会败在钱财上 都会败在名誉和名分上 就比如说有一个强盗在我眼前 那么这个强盗呢 要使用我做他的一把手 或者是做他的二把手 那么我们就 哎 好的 好的 只要给我个名分 我都愿意 这就是大家和我的状态 而上帝使我们做圣洁的人 只要我们成了圣洁的人 就懂得支配管理一切的钱财 也懂得支配管理一切的名誉 只会服侍上帝 不服侍这世俗啊 成了圣洁的人 撒大魔狗就不会再侵犯住我 马太坟四章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 由天使来伺候他 阿们 魔鬼离开 魔鬼离开谁呢 什么是信心 耶稣基督住进我的心里了 这才是信心呀 有基督耶稣住进我心里的时候 魔鬼就退去了 约一书三章八卷 因我的罪恶 因我有罪 有罪的地方就魔鬼贴进来 所以我们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悔改这一切的罪过 靠着基督的保险 承认我是罪人 求基督的保险洗净我这一切的罪过 进食祷告 为的是要做圣洁的人 成了圣洁的人 就能得到上帝的帮助了 耶稣就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圣洁 我们找下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 不足的仆人我朴牧师 每次来到上帝面前是做什么呢 通过这凌晨 在这凌晨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相信大家是得福的 相信大家是领受祝福的 一定会领受祝福的 好多人说哎呀 我总是觉得不行呢 就比如说五六岁的孩子 在学钢琴的时候呢 都是叮咚叮咚就一个音符的弹 那么过了一年 过了两年就发现 这孩子能弹一首曲子了 我们也一样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也一定是能行的 我们要来到正确的地方 正确的学习呀 我们要来听的是真实的话语 就比如说这个一个豆子 再怎么干别 总是浇水 给它每天每天都浇水的 这个豆子还会发芽 长出果实啊 世上的乐子 那不叫真实的喜乐 圣洁才是上帝赐予我的真实的喜乐 我们进食为的是要成为圣洁的人 为什么要圣洁呢 因为耶稣基督是圣洁的 耶稣基督是支配管理事 耶稣基督是能支配管理世上的一切的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了我们 让我们在这世上懂得支配和管理 上帝把这美好的世界创造好了之后 全给了我们 给了我们在座的钱财 为的是让我们懂得支配和管理 并不是说让我们有了钱财 就背叛上帝 远离上帝 而我们呢 我们内心不经意间就要离开基督 不经意间就要背叛基督 所以就把自己推向罪恶 把自己推向犯罪了 大家正确的明白过来吧 彼得签书一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阿们 在所有的事情上 在所有的事情上 要圣洁 这就是 当我们进食的时候 那么耶稣来到这世上之后呢 没有一样是按照自己的心愿做的 无品二于奇迹的时候 耶稣也是询问了上帝 无论什么事情 耶稣全询问了上帝的旨意 我们找一下真言三章六节吧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我是无能的 如果我能承认我是无能的 我就全投靠上帝 那有些人说 哎呀 这么小的事也要询问上帝吗 当然了 大家没有经历过进食吧 真的进食了 就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想站起来 自己也站不起来 无论多大的事情 还是多小的事情 全要询问上帝的旨意 每一次每一次 无论大事小事 全要询问上帝 要得到上帝的引导 要得到上帝的指引 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 不知道我儿女的心思是什么 但是上帝全都知道 我的心思 儿女的心思 只有上帝是全知道的 所以上帝给我心里感动 上帝给我感动 这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 都要感恩感谢 就比如说 我们是不了解自己的 我们以为自己明白 但是什么都不明白 我们觉得 我的想 我觉得这件事情符合我的心意了 这是好事 但是这件事情 一旦不符合自己心意了 我们就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我身上有了疾病 我身上有了重病 我觉得这就是天大的坏事 但是正是因为我身上有了重病 我才来到主面前 上帝是绝不会害我们的 上帝是爱我们的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都感谢上帝 全有上帝的美意的 就比如说我的丈夫退休了 这也感谢呀 这也要感恩感谢 那么在座的各位大家就说 这怎么可能感谢呢 没钱赚了 怎么还能感谢呢 又变成钱财的奴仆了吧 我们挣钱 这工资一个月 也不足几个钱吧 但是我们的心情 全在这个钱财上 为了几个工资 就却不感谢了 所以我们特别容易就说谎吧 很容易就说谎啊 我一分钱工资都没有 也能懂得感恩感谢 上帝是要看我的行为 一分钱工资都没有 我到底是不是在投靠上帝呢 我是怎么 我是怎么对待上帝的呢 而我们呢 哎呀 我一分钱工资都没有了 这可怎么办呀 心里就没有上帝 总是有自己的想法 神明记五章十五节 上帝让我们纪念出埃及世界 四十年以来在旷野 上帝引导了这些百姓 上帝帮助了这些百姓 而我们呢 有了钱也变成钱财的奴仆 没钱穷也会变成钱财的奴仆 很容易就背叛基督 这时候怎么能领受祝福啊 我们遇到困难的话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稍微遇到困难 我们就觉得 哎呀 这可怎么办了 心里 从来没有说要投靠上帝 我的行为 我的一举一动呢 就总是 按照自己的想法 觉得自己得利益了 就觉得是好事 从来不考虑 这到底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呢 这是不是蒙上帝喜悦的事情呢 不足的普通我平牧师 跟大家告白 上帝是全能的 上帝什么都能做 创世纪是七章一级 菲利比书二章七到八级 耶稣是和上帝同等的 而这位耶稣住进我的心里 这就是信心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级 耶稣记录到我心灵里 这时候使我也圣洁 使我也能像耶稣一样 圣洁 能顺从圣经的话语 能顺从上帝的话语 顺从的时候才是信心 顺从的时候是有奇迹发生的 约翰福音二章九节 上帝是全能者 耶稣是和上帝同等的 那么我们领受这耶稣的信心的话 我们也能领受这祝福 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节 如果牧师去地狱的话 就带领信徒去地狱了 如果站在眼前的牧师 是假的牧师的话 就带着所有的信徒去地狱了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五节 不做四节段悔改的时候呢 都是假的讲道 各路续说二章八节 当今有很多信徒 不做四节段悔改 甚至去一些 不做四节段悔改的教会 当我们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 上帝为什么给我问题呢 上帝为什么给我一些困境困难呢 为的是来寻找上帝 为的是让我们通过眼前的困难 来投靠上帝的帮助 十篇五十篇十五节 我现在没钱了 我现在贫穷了吗 来投靠上帝吧 我有钱的时候 我是不是为所欲为 很自以为是自高自高自傲呢 赶紧来投靠上帝吧 真言三章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阿门 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 都要认定上帝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阿门 这是按照我的想法来 随便生活吗 还是要投靠上帝 由上帝来负责呀 由上帝负责我的人生啊 我们做了尽时祷告了 我身体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这时候只能投靠身边人的帮助 不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呀 由着自己性子来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候 一定是失败的 而每一件事情来投靠上帝 每一件事情都认定上帝 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 是能得到祝福 能得到帮助的 千万 真正的志愿大家 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性质生活 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 来投靠上帝的帮助吧 就像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 身体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只能投靠上帝的帮助啊 所以如果我每时每刻 只投靠上帝的帮助的时候 就如同做了进食祷告一样 无论是大事小事 是投靠上帝来寻找上帝的帮助的时候 就是圣洁虔诚的 罗马书4章17节 无论是大事小事 全交给上帝 全投靠上帝的帮助的时候 是能领受祝福的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如果我的身体是上帝喜悦的 如果我的内心是上帝所喜悦的 上帝居住的圣殿的话 我们才是上帝所认可的信徒啊 上帝是赐福于我们祝福的 而我们呢 并不认定上帝 也不认可上帝 总是按照自己的性质来 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论来做事 这都是不胜洁的 稍微有了钱就跌倒了 稍微有了名誉就跌倒了 这并不是属于基督里的生活呀 很快就离开基督 不经意又离开基督 所以 我的工资不高的时候 也要懂得感恩感谢 没工资也要懂得感恩感谢 越是贫穷没工资的话 就全靠祷告啊 全投靠上帝 得到上帝的引导 投靠上帝的引导 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呀 只要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只要做四季段悔改 上帝使我们能做到这一切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 我总觉得自己很能耐 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理论来生活 以赛亚说四季上二十九节 我父 当我疲乏的时候 我父赐予我能力 当我告白我是无能的时候 上帝给我力量 我父 您告诉我们 明白过来了 才是力量啊 我父 您告诉我 当我承认我的无能 当我承认我是无知的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能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力量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知识 求我福帮助 使我时时刻刻投靠上帝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非明是我自作聪明 非明是我自以为是 自己觉得自己能耐了 求我福帮助 使我认识到自己的罪过 使我全投靠上帝 无论大的事情还是小的事情 全认定上帝 只投靠上帝 求上帝帮助 我相信上帝的话 也是活着的 我相信上帝赐予我祝福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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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